南投立委补选 距离投票日不到一星期 国民党立委炮火全开 狂轰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放着缺弹危机不管 跑到南投帮民进党候选人 蔡培会站台 还暗酸蔡培会 当过行政院中办执行长 选完县长选立委 下一站是不是要接农委会主委 他如果没有选上的话 他根本不用担心失业 他不然的话呢 他就回去做中部办公室的主任 但是现在传出中部办公室主任 可能另有他人 没有把心思放在鸡蛋的控制 以及供应上面 而前往南投去帮一个 立委补选的候选人坐台站台 面对兰赢猛烈炮火 赛培会依照自己步调跑选站 他强调自己会为南投做事 还反向兰赢 过去根本没认真经营南投 我必须要讲国民党千万不要再去讲选输了 有官当或者是选赢了怎么样 重点是有没有人为南投好好做事 林明珍当过立委 林明珍当过县长 我们南投没有大型医院 林明珍当过立委 林明珍当过县长 南投的垃圾问题完全没处理 蔡培会还批评国民党对手林明珍竞选团队 在选举公报里夹带竞选文宣有违法嫌疑 怎么你再发选举公报 还夹带你的文靴 然后还夹带你的攻击对方的文靴 这件事情林明珍阵营应该来解释清楚 是有时候是其他人 先给公报 顺便拿着 拿着我的宣传单 宣传单 这样送给人家 你们自己也这样 你们也是做菜捏捏捏 做菜捏捏捏捏捏 选前关键时刻 蓝绿阵营纷纷出动大咖辅选 谁也不让谁 欢迎新闻会的 张志军 周大祥 南投报导